在出发前计划好旅行行程是确保一趟成功旅程的关键。 无论你是要探索一座陌生的城市,享受度假的悠闲时光,还是追求冒险与刺激,一个精心策划的行程能够确保你充分利用时间,体验到最棒的旅游体验。 当你计划一次旅行时,Google Travel和Google Maps可以成为你的强大工具。 Google Travel是一个旅游规划平台,它帮助你轻松寻找目的地的资讯,包括景点、餐厅、酒店和航班等。 一旦你决定了要去的地方,Google Maps就成为了你的导航助手。 它提供详细的地图和导航功能,让你轻松找到目的地,并提供最佳路线和交通信息。 你可以使用Google地图来规划行程。 结合Google Travel和Google Maps,你可以轻松地设计和管理你的旅游计划。 这些工具提供了全面的旅游资讯和导航功能,让你在旅途中更加轻松自在。 无论你是探索新的目的地,还是计划一个完美的行程,Google Travel和Google Maps都能成为你的最佳旅行伙伴。 现在,使用Google Travel来搜寻机票、住宿、景点和餐厅。 接着,使用Google Maps来规划行程。 开始吧,在语言和货币设定页面中,你可以看到当前的语言和货币设定。 在语言选项中,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语言。 在货币选项中,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货币。 这将影响机票、住宿和其他价格的显示和计算方式。 利用Google Travel搜寻机票。 在左侧功能列终点选航班。 设定出发地、目的地和日期。 Google会列出当日可订购的机票选项和价格。 使用Google Travel寻找住宿。 在左侧点选饭店功能。 输入目的地,可使用筛选器设置预算和需求。 参考旅客评论和地图位置选择合适的饭店。 使用Google Travel寻找该地的景点和餐厅。 输入你的目的地城市。 然后点击搜寻以查询该地的景点和餐厅。 你将获得有关当地的热门景点、文化活动、 自然景观和美食的资讯。 你可以查看其他旅行者的评论和评分, 以帮助你做出选择。 沿往Google Maps网页版本。 点击左上角的选单,以储存。 点击地图。 新增地图。 在相关栏位中输入名称。 设定名称。 你可以为自定义的地点或行程添加名称。 这样更容易识别和记忆。 搜索地点。 在Google Maps的搜索栏中输入地点的名称、地址或关键词。 Google Maps将根据你的输入提供相关的搜索结果。 然后选择新增至地图或类似的选项。 新增完成后。 自定义的地点或行程添加名称。 这样更容易识别和记忆。 在相关栏位中输入名称。 为图层输入名称。 在Google Maps中,点击左上角的选单图示。 新增图层。 在弹出的侧边菜单中,寻找并点击图层选项。 在图层列表中,点击加或新增图层。 自定地图上图层功能的外观。 你还可以使用颜色和样式来区分不同数字序列。 按个别样式。 选择数字序列。 设定标签名称。 还是显示数字。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在地图上区分和显示不同的数字序列。 并提供更好的视觉化效果。 你可以按下图层上的三点图示。 然后选择开启资料表来打开图层的资料表。 接下来,按下三角形来新增一个分类栏位。 在资料表中,你可以按下分类栏位前方或后方。 然后输入栏位名称,例如,类别。 新增完分类栏位后,在资料表中,你可以选择每个地点对应的类别,例如景点、购物或美食。 接下来,你可以按下个别样式,然后在资料表的样式选项中选择类别。 这将使你能够根据不同的类别对地点进行自定。 你可以为每个类别选择不同的颜色和图示,以在地图上显示出它们。 例如,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和图示来区分景点、购物和美食等不同类别的地点。 如搜索交通,你可以点击地图上的道路,街道或其他交通线条,例如公交车线,火车轨道或步行道。 点击后,将会谈出相关的交通信息,例如交通拥堵情况,预计行驶时间或公交车站的时刻表。 你可以在预览中查看已完成的地图,分享地点。 当你找到想要添加到地图上的地点时,你可以点击地点标记旁边的分享按钮。 这将允许你将地点的链接发送给其他人,或将地点添加到你的收藏家或列表中。 Google翻译,Google翻译应用程式提供了图片翻译功能。 你可以使用手机的相机拍摄图片,然后选择要翻译的文字部分。 Google翻译会自动识别文字并提供翻译结果。 除了Google Travel和Google Maps之外,确实还有六款不错的旅游规划工具可以推荐给您。 第一款要介绍是Tribbit。 这是一款将您的行程统一整理的应用程式,可以自动从邮件中截取机票。 饭店和活动资讯建立行程。 它也提供线上规划和编辑功能。 第二款是Tribbitvisor。 知名的旅游评论网站,您可以搜寻目的地的景点、餐厅、住宿、查看评价排名并建立自己的行程清单。 第三款是Cygic Travel。 这款App整合了目的地资讯、离线地图、行程规划、导航和货币换算等使用功能,适合自助旅行使用。 第四款是Travify。 专为多人共同规划行程所设计的协作平台,可以邀请伙伴一起建立行程和预算清单。 第五款是Road Trippers。 如果您计划自驾游,这款App可以帮您规划最佳路线,并标示沿途景点和设施。 第六款是Packpoint。 透过输入目的地和活动,这款App会为您建议必备行装单,避免遗漏必需品。 无论您是计划一次冒险之旅,还是寻找一段放松的假期。 探完今次介绍,无论您身在何处,各款程序都能帮助您轻松探索世界,找到最佳的旅行路线和目的地。 成为您的旅行计划的得力助手,让您的旅程变得更加愉快,顺利和难忘。 祝大家旅途愉快。 记得订阅、按赞。 将有更多新的资讯和信息与大家分享。